1960年宣布独立后的家蓬 经济迅速发展 石油、码、油、木材 成为家蓬四大经济支柱 其中以石油开采业发展最超强 每年产量保持1700万吨 因此家蓬有能力实行高福利政策 每人每月各种补贴达到二万西非法浪 加上家蓬从来没有受战争游论 种种因素令家蓬人得天独厚 形成傲慢自负的个性 基本上都是靠国家资源收收以后 养活这些国民 所以每个人都喜欢管政治 每个人都喜欢做工作 都找一份好的工作 做生意的就比较小对吗 不懂得做 主要是不愿意做 然后就也不喜欢做 因为做生意比较低 他做办公室就是不求人家 做生意的话你要服务人家 要给人家讲这个东西好 那个东西好 要做一些广告 他们不愿意求情 他很高傲的一种 特别是家蓬 在中备他是最高傲的一种 家蓬人对做生意没有兴趣 中国人就个个都想拥有自己的生意 所以既勤力又心懂做生意之道的秦功德 在这里可以说如如得水 他由一间小的雜货店做起 经过15年苦心经营 最后发展成7间连锁店 每日从欧洲入货400吨的食品进口商 15年并非全是顺景 1994年西非法郎大幅贬值一同 做入口生意的秦功德损失惆重 由于94年以至贬值以后 这个食品慢慢地就 因为进口很贵 当地人就很多买当地鱼翅 鱼翅了以后我们就进点了印度的牛肉鸡腿 然后四销就销得很好 很好以来家旁人就慢慢地开始自己煮了 一煮就觉得这个胃口很好 大家都受欢迎 所以说也有当然了 店的关系 每个城市有很多没有通电 慢慢以后通电有冰箱 每家美副都买这种冷冻肉了 这样子慢慢地就做开了 经济下滑 货币贬值 令怠慢而又骄傲的家旁人 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改为走进锤房烂调 价格廉仪的冷冻食品 家旁人饮食习惯转变 帮助徐公德度过这一次结业危机 他把握机会增加进口冰鲜肉类 生意额再次提升 徐公德事业有成 并且成功融入当地社会 他的舅父杨婷 亦深感安慰 盯上 我认为他们是从关注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why Because some are from my family or my relatives They came here to follow me 也要跟隨他們的家庭從中國到加坡 這十五年間,透過釀平的幫助 徐公德不斷申請家鄉的親友移居家棚 他幫同鄉融入非洲,建立生活網 現在他們很多都住在一起 這個溫州的大家族 因一人而開始 將來會繼續在他鄉開枝散熱 現時一共七十個溫州人旅居家棚 傳統的他們經常聚首一堂 一起吃溫州的家鄉酥餅 憑這塊餅聯繫起大家共同的過去 他們大部分都是經營徐公德轉售的雜貨店 而徐公德二十三歲的侄女 也是當中年紀最少的一個雜貨店東主 個性內向的徐樂魚 和很多溫州人一樣選擇回鄉結婚 為什麽要回回中國 因為本來我的思想比較內向比較保守 就是說小時候冠上的思想 就是說一定要回溫州 回溫州家人 以前有沒有交往其他男朋友呢 對呀 我在讀書的時候 有些法國和法國朋友 但是只限於做朋友 沒有想過要進一步的發展 一直都沒有想過 一直都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是不可能的 一定有跟中國人講 就是跟他們沒有想過要發展下去 住在家蓬已經有八年的徐樂魚 並沒有受外國的西方思想分逃 他一心要回鄉求偶 婚姻本是一場賭博 通常女方的壓住較大 然而徐樂魚身邊的過浮新郎 要和一個相識三個月的女子結婚 不但要放棄原本工作 還要遠走他鄉 壓住比女方顯然更大 她自己有工作的 要到這裡來 人生地步的時候要重新開始 她也是做了很大的決定 到現在她還是不準備輸 丈夫的不習慣不適應 令徐樂魚勾起當日初到家旁的回憶 當年只得十六歲 生活在黑人社群當中 終日黃恐不安 印象好像有種氣味怪怪的 不習慣 路上人急來急去的叫你中國人 中國人不習慣了 那麼小 在路上走的時候 有時候手拉過來 什麼都碰到你 好像很怕 你剛過來的時候 他好像見到你很高興的樣子 跟你打招呼 那我們那個時候 又法語又不懂 對不對 在這裡又不熟悉 他用手扑過來的時候 真的好害怕 好像身上還有這種怪怪的味道 對不對 溫州人非常團結 卻同時有排外的心態 他們會千里迢迢回鄉找對象 但是卻不屑伸出友誼之手 這種封閉而有自我的性格 令他們不論工作交友生活 都只局限於溫州人 同樣有著溫州人血統的家蓬外交部長 楊平就沒有這種封閉的思想 他知道家蓬只是一個小國家 對國際沒有什麼影響力 但是如果和日漸強大的中國攀上關係 無論對自己對家蓬都是百利而無一害 藉著他的努力 中國多方面幫助家蓬 雍暴威賭上這間新穎小學 正是表示著中家友好的關係 讓平從有異時的小學 已經被中國人重新擴充翻身 但是讓平內心深處 卻遺憾自己從來沒有一個 好好學習中文的機會 他甚至以為父親的名字 最後的平字是自己的姓氏 是 estas失蹤的 因為起 父小나라 我是rebbe據當時 班ắc還ology 了幾步 你では連邦官應該說 台南 Zu國 個尊敬的門這是我爸爸 你的母子 曾經很久 尊敬的門 尊敬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才對走 切成是韓國 因此我不懂得說中國 中國文化的文化 因為我父親帶來的帶來 所以我必須在他 例如我家裡吃的食物 我們吃的每天的飯 但這是因為我父親的 今天家蓬的溫州人開枝散業 當年第一個到家蓬的溫州人 卻未能回鄉碎平生怨 但他的兒子就特意在中國 帶來一棵中國荔枝樹 楊平希望這棵中國樹 在他鄉繼續紮根成長 延續中國人的他鄉串期 為官方預言 很多中國人來到家蓬 最叫他們感到沮喪的是難以和當地人溝通 法文並不容易掌握 黃鵬和情侶知道要融入這個社會 就必須要學好法文 剛開始就說 特別是話聽不懂 最不舒服 因為在中國我們看病都能聽得懂話 剛來聽不懂話也不知道怎麼看病 本身是婦產科醫生的情侶 來了家蓬三年 她的丈夫黃鵬 就讓她早兩年離開中國 雖然兩人在家蓬已經有一段時間 但是自問法文仍然貫通水 所以在上年就下決心 上正宗的法文補習班 積極投入異鄉的生活 唯一目標是要實現夢想 我想開一家不運不運作的醫院 想把這個房子住下來 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對呀 但是這樣還是不夠的 必須重新把它建上去 建到二到三層 然後在這裡面必須要有一些 要買很多儀器放進去 醫生從中國請過來嗎 醫生強不成中國家 從中國家 因為這邊沒有好的醫生 強不成中國家好一點 那建一家醫院 你會不會花很多錢 需要一些投資的 需要一些投資 儀器 如果在中國不滿好的話 需要大概 據我老丈人講 他爸爸要一百來萬 那麼到這裡 我們可能就要兩百萬 兩三百萬華郎吧 程雷 在溫州家境較好 爸爸是國內著名輔科專家 子女當中 只有程雷一個學醫 所以他很想這個女兒 能夠繼承醫缽 不過程雷選擇以丈夫為重 到了這邊以後 學習的機會就少了 特別是中醫 他也想把他的那套 都能夠很好的傳給我 所以他也不是很喜歡我 他也希望我在身邊 能夠跟他一起 程雷的丈夫王鵬 在1995年來到家蓬 她的專科是針灸推拿 大學畢業後 她本來以為繼後的生活 就是在溫州平淡度過 但是一次偶然 生命的方向從此轉彈 當時他們這裡的家蓬的 外交國務部長 讓平他回溫州探親 那麼在去鄉下 他們走了路以後 有些疲勞 然後他夫人腳 開始有點腫起來了 然後他就 因為當時有個 我們人還有親戚關係 那麼通過親戚的介紹 然後就讓我去給他 做一個放鬆 做一個按摩推拿 這個來自非洲的遠房親戚 驚訝推拿的療校 就直接問王鵬 願不願意到家蓬發展 其實呢 因為當時我們對非洲 什麼都還不是很認識的 從親戚的口中 聽到一些關於家蓬的情況 那麼他既然問起來 我們就問問這些叔叔 他們已經在這裡做生意的 就說那你到底怎麼樣啊 他說他問我是不是要到這裡來 那我說是啊 那我叔叔說當然很好了 但是如果整所能開得起來 只要他們政府允許你營業的話 那麼這個收入 就比國內要好很多了 事實證明王鵬的抉擇是沒有錯 很快他就開了屬於自己的診所 很多家蓬的高官和商家都樂意給一百二百元港幣的價錢 體會中國神奇的針灸和推拿連發 由病人變成朋友 當中有熱愛中國文化的病人 他們知道這位中國青年大夫懂得中國的太極權 就邀請他開班受託 就是我來教從來沒有他們 就說有誰喜歡的我就教 能學得起來我就教 就是他們不是很 有時候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學得很好 畢竟這個文化的差距 王鵬的事業如日方中 但是妻子程雷的工作 就遠不及在中國的時候 因為父親的知名度 程雷在中國的病人 每日根本應接不下 對我來說我在中國要好一點 因為我爸爸在當地有一定的名氣 而且他也出了很多書 一方面跟他學習的機會就很多了 對我技術上的進步會很大 而且就是說在那邊他也有一定的基礎 對我的事業應該也是比較有幫助 因為人家說比如說是某某教授的女兒 就是說就是名氣也會比較快點 傳得比較快點 在這邊就從零開始了 從零開始都自己慢慢的就是說 病人介紹病人這樣慢慢過來 有社自然鄉 情雷利用西醫的診斷方法 加上中醫的治療 很多病人都弱到病床 身體上的病 這個中國醫生有信心治療 但是家蓬有傳統的觀念 作為一個外國醫生 情雷根本不能夠幫忙 家蓬的男人都喜歡生很多兒子 一旦妻子不育 無論責任是男方或女方 最後結果 丈夫必定會離婚 她就說不能夠懷孕 她覺得自己很痛苦 然後她先生也不理她 然後也不給她錢一致 因為這邊的女人好像 有些女人一般都不在家裡 都不去賺錢都在家裡的 然後她就覺得自己很痛苦 極端痛苦 反正就說 中國同家蓬 一個有五千年文化歷史 一個只是立國四十年 很多家蓬人習以為常的事 卻教這個中國女醫生感嘆 我覺得她的家庭觀念跟我們不太一樣 她好像一個男人可以有很多老婆 而且在她們的觀念裡面 覺得比較正常 就是說比較亂 這樣就引起這種疾病傳播比較多 這種性疾病傳播比較多 性病一般可以治療 但是患上世紀絕症外肢病 就只能坐以待斃 染病率單單在利伯維爾 就達到百分之七點一 有一些地區 更高達十個人之中 有一個是大菌者 衛生部門經常派宣傳車 教導市民 可惜傳統的一夫多妻制 令外肢病在家庭的增長 事倍功半 身為醫生 黃鵬和情侶知道這個國家 疾病患步 他們本身曾經多次染上藥疾 所以為下一代著想 上年他們就將剛出生的兒子送回中國 這對中國醫生夫婦 在家庭實現到他們人生夢想 不過當問到如果夢想達成 下一步會怎樣走 他們不約而同地說 翻中國 我是想回去跟她多學一點東西 因為她時代她的東西很多 一下子我們也都學不完 我覺得她這個知識很淵薄 一下子我們學也學不完 就是還要時間跟她去學習這樣 總覺得根還是在中國 最大的心願就是有機會 能夠讓我回去 像其他同學一樣的 再回到學校再去靜修一下 因為畢竟是剛好 今夜的太明明龍 才很久 希望不親自吧 很久就覺得 不再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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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